请问一下 在这张表的X轴 就是国家名称 是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稍微把那个名称放大 方便主管去看到 他在报告的时候 他一定要讲这个国家 对不对 好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这张图 这张图 那个X轴 所以X轴应该是在视觉效果最基本的项目 所以我先把这个资料不要尖尖缩小 X轴在这里 X轴首先是这些国家的名称 所以我色彩一定是用这个黑色 然后自行用Area Blake 然后这个字的大小 设成14 那标题啊 标题 其实这个标题 其实根本是可以关掉的 大家看到这个中国大陆 应该可以看得出来 它是国家的名称吗 对不对 所以我其实很不喜欢放标题 浪费那个空间 好 那相对的 相对的 请问Y轴你还需要刻意去把他弄得更明显吗 不需要 因为每一个百分点都已经在这个bar的上面呈现了 所以你把这边变得很清楚是多此一举 还有写论文的时候才需要 听得懂吗 在视觉上 视觉上我会 我会觉得我们要把那个道理讲给别人听 好 那所以接下来这个标题 这个标题很重要 标题设一下 既然是一个统计图表 那我们的标题 标题 标题在一般 标题在一般里面 好 标题 这个标题呢 我就要设成叫做 主要国家进口 进口总计百分币 主要国家 先写X轴 请问要不要加主要来一次 要 要 太重要了 你不能写各国 听得懂 好 还是随便 记住没有随便这件事情 好 主要国家 好 X轴写完了 接下来是不是写Y轴 Y轴是什么 那个比例 对吧 我写完是这样写 就是先把它是比例 我 以免我要是没写出这个重点 那是不是就偏了 所以我先把最重要的重点 比例写出来 主要国家比例 主要国家比例 那什么比例啊 总计 总计百分币 对吧 什么叫总计百分币 进口总计百分币 进口总计比例 然后接下来呢 请把这个文字 我喜欢白色 然后背紧 对了 你们 你们 我喜欢 什么 费